好,一起来看小河糖水当中我们爬音技法的运用 先来听一下 好,在这个第一句当中 其实看似比较密集,比较复杂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左手的这个喇兜咪这三个手指和音形完全不动 一直保留 好,然后在正拍当中把我们的主旋律加进来 好,所以慢练 那么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右手的这个旋律变化上面 左手完全不动,一直保持 不动 好,右手呢,因为它都是大长音 所以不用换指法,就一个大指或一个食指都可以 所以这样的话,双手配合的难度应该是不大的 接下来呢,稍稍引起重视的就是这个尖奏部分 看我们最后一个音 这句的结束 好,左手右手左手右手四次衔接 当然,第一个手指 如果我不习惯用小指 直接就是非常规范的爬音的指法 四三二一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更适合于练习运用 如果当用到曲子当中的时候 把最低音换成小指 它的共鸣厚度都会更好 在乐曲当中当然就更好听了 所以这儿呢,灵活一点 能用的好就用小指 用不好还是回四三二一 这样的话,我们的音型呢,就是 拉、斗、米、拉 这是我们刚才在练习当中已经运用过的 四三二一,左手的常规爬音 拉、斗、米、拉 右手也是 斗、米、拉、斗 把音检查好了 左手接 米、拉、米、斗 右手接 拉、米、斗、拉 好,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很重要的就是 左手的最后一个音弹完拉之后 要接下一句的旋律音了 又开始我们第二轮了 所以 拉、米、斗、拉、拉 所以这个右手自己有一个和下一句的衔接 我们加在一起 拉、斗、米、拉 斗、米、拉 斗、米、拉 看,放得很慢的话其实并不难 只是最后呢 这首练习的歌曲呢 难在一个速度上面 放得很慢的话 坚持不懈的练习 最后能出来非常流畅的这个爬音 剩下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地方 就是要结束句了 注意 结束句是这样子连下来的 看一次 好 所以全曲呢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非常平均的 均衡的去分配它的练习 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 就连续性的双手替换的这个爬音 是我们要单独拿出来重点练的 然后再把刚才的 就左手持续不变的这些音形 再跟这些串在一起连起来练 第二点呢 我们提到 在这个不变的音形当中 一定要注意它的均匀 所以我们 切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左手不但没有为右手起到修饰作用 反而在破坏它的节奏了 所以左手在这个地方 虽然它不是那么重要 它只是起到一个伴奏肢体的作用 但是它就像小河糖水当中的流水一样 非常均匀的 连绵不断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均匀度 双手的旋律和肢体结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四个十六分音符 我们加在一起是四个十六分音符 好 这是要第二点提醒它 第三点提醒大家就是 虽然二者结合在一起均匀很重要 可是当它成为一首完整的乐曲的时候 肢体固然是重要 而更重要的是飘在上面的这条旋律线条 就是我的右手 也就是当我最后练得非常默契的时候 我最终不能丢掉了我的这条旋律线条 这实际上是全曲最核心的一条旋律线 所以如果说左手练习的非常好的情况下 和右手并驾齐驱了之后 实际上也没有很好的为乐曲起到修饰的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练到特别好的时候 反而应该降低左手的力度 而突出右手旋律线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能够清晰的听到右手这条美丽的旋律线条 这是要非常注意的 好 那么最后呢 我想告诉大家 这首乐曲虽然看起来比较密集 音形比较密集 速度比较快 仿佛好像有一点难度 但是在将来我们合伴奏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挑战一下自己 能够将双手都合到伴奏里去 听起来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去把它简化了 也就是说最后我只跟右手的旋律 然后把密底伴奏加进来 只弹右手 也可以 这个合起来呢 就非常简单了 完全是一种享受了 所以双手合在一起配伴奏的时候呢 既是享受又是学习和练习 那么单只手的话 纯粹就从自我的一种享受角度出发了 二者都可以 好 那么接下来我完整的给大家弹奏一遍 双手配合的小和堂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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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